4月下旬 大陆媒体发文 大佬20年沉浮路 上海滩夺地风云 点名周正义 郭广昌 戴志康 郁国祥等上海地产商大佬 在过去20多年来在上海滩掠地的行径 这些大佬多为上海帮高层的白手套 依仗后台 在上海房地产市场疯狂拿地 一度赚得盆满钵满 其中一部分人最终因高层权力斗争而被抓 或者被迫退出地产行业 董卿丈夫秘春雷 60亿元拿地 上海滩献地产新贵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4月19日落马之后 中共央视女主持人董卿 及其上海神秘富豪丈夫秘春雷成为媒体聚焦的焦点 中国经营网等身线的文章 大佬20年陈福禄 上海滩夺地风云透露 4月21日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社区 C050201单元 0237 商办地块成交 上海人寿第一大股东 蓝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旗下公司 上海揽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以低价60亿元拿下 蓝海控股背后掌门人 正是央视主持人董卿丈夫秘春雷 秘春雷近期频频举措 是否会有更多不可言说的秘密呢 4月27日 等身线再发文 上海富商蓝春雷秘史 聚焦蓝春雷 蓝海控股 上海人寿以及蓝海医疗的实控人 近年来的爆发式发展 其神秘的资金来源备受关注 报道指 蓝春雷出生在 属于上海市崇明区的一个农民家庭 当地人说 蓝春雷没上大学 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 最初是在崇明公安局交通队跑运输 后来和前妻金晶收了家公司开始做其工程 蓝春雷早期关联的公司信息显示 这些公司都是其夫妇或者父母掌控的家族企业 蓝氏家族公司在2003年开始渐渐扩展 2003年9月 蓝春雷和其父亲蓝伯源 分别出资4000万元和1000万元 在老家崇明县成立了上海中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共5000万元 这家公司正是蓝海集团 蓝海控股的前身 随着上海中营成立 蓝春雷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目前 其控制的蓝海控股旗下投资了保险 银行 地产 医疗 汽车 煤矿等各类资产 逐渐发展成现在的资本帝国 文章指 频繁增资是蓝海控股特征之一 工商信息显示 蓝海控股一共经历了7次增资 公司注册资本由最初的5000万元增加到了65亿元 除了在大陆布局的系列公司之外 蓝春雷在2004年就开始布局香港 接连成立两家公司 2015年又在开曼群岛注册连岸公司 南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陆媒发表这些文章的时机点很敏感 正值孙力军落马之后 孙力军早年曾在上海任职 官至上海市外办主任 孙突然落马 海外盛传 董卿等央视女主播被带走 他们则通过亲人和朋友报平安 大陆封面新闻报道称 联系到了董卿在北京的一位主持人同行 他透露 董卿之前在上海照顾母亲 饮于几天前 从上海回到北京央视工作 上海帮鼎盛期 权力斗争绞肉鸡 白手套前扑后继 据大佬20年陈浮录 上海滩夺地风云一文披露 2000年开始 上海滩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激烈 地产大佬戴志康在上海滩野蛮生长之时 周正义 玉国祥 张荣坤 刘根山 郭广昌等上海滩大佬也竞相登场 据公开资料 自2000年 在其后短短8年中 周正义 玉国祥 张荣坤等上海帮的白手套均相继落马 从江泽民1989年入京开始 到2006年陈良宇落马 正是上海帮势力的鼎盛期 在此期间 江派大员吴邦国 黄菊 陈良宇都成为了上海市委书记 吴邦国和黄菊 后来还进京成为了政治局常委 一 周正义获得东八块黑幕 设陈良与江泽民家族 1980年代后期 上海的土地主要为国营企业所有 按照工厂出地 外商投资的模式 很快掀起第一轮圈地高潮 1987年 上海规范土地使用和转让 各区政府开始设立下属房地产公司 这些国有地产公司依靠手中的土地都赚了大钱 周正义早年靠投机报复 1997年底 周正义成立了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资本为1亿元 国企上海农业投资公司是其大股东 1999年前后 上海政府开始招商引资 土地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就可以被外资获得 2000年 上海土地市场回暖 很多民营资金开始介入这一市场 之后两年 房地产开发的高额利润显现出来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位官员曾对媒体记者形容了当时的情况 土地抢疯了 抢到就赚钱 周正义在几年之内陆续注册了盘根错节 互相关联的企业近百家 到2001年底 周正义已经成为第一大股东 农海集团账面资产总额23.25亿元 净资产7.57亿元 成为周正义的核心阵地 周正义的资金此时足以操盘房地产市场 周正义自称是上海首富 2001年5月 上海市政府出台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 市府第101号令 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办法 但招标的漏洞也随之出现 陈良宇从1992年12月起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 代市长 2002年2月 陈良宇正式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02年5月28日 周正义与金安区政府有关部门签约 获得位置绝佳的东八块 17.64万平方米地块的旧城改造项目开发权 涉及1.2万户拆迁安置 东八块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中东部 是8个街道地块的简称 也是上海的黄金地块 等深陷的文章披露 根据2001年上海发布的68号文件规定 旧区改造过程中鼓励居民回迁 同时开发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 周正义之所以能免费拿到这块肥肉 因为背后有陈良宇撑腰 周正义与陈的弟弟陈良君是结拜兄弟 据作者施维健的《上海帮末日汉将陈良宇传奇》长篇文章披露 2003年4月 周正义用东八块地皮做抵押 向上海交通银行贷款6.5亿元 同一天又向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3.5亿元 据说他以这块地皮做抵押 和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签订的信贷合同中 获得受信额度高达50亿之多 这3.5亿只不过是总合同中的第一笔贷款而已 但是周正义的资金缺口非常大 他从两家银行带来的这两笔钱 根本没有用在支付给靖安区政府 用以支付东八块拆迁户的补偿 而适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 填补农凯系公司的资金空缺 结果等于他把靖安区政府和拆迁户当成了冤大头 因此东八块地区居民 举报周正义勾结区政府官员 偷逃土地出让金 在房屋改造拆迁中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并聘请上海律师郑恩宠 状告周正义 同月 周正义也被调查 其掌控的农凯集团也爆出众多问题 但一个月后 上海人权律师郑恩宠也被捕 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 当时陈良宇倒台的传闻满天飞 陈良宇也提心吊胆 生怕中纪委的官员真的找上门来 但是当时是江泽民上海帮势力最盛的时候 据报道 江泽民就刘金宝和周正义事件专门做了批示 才算堵住了把刘金宝和周正义一追到底的势头 等于是给陈良宇解了围 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 周正义夫妇与江泽民 江的儿子江绵衡 黄菊等上海帮关系密切 郑恩宠曾披露 江泽民之子江绵康牵涉周正义案中 他看过可靠的举报材料 以周正义名义拿下的东八块土地有两块 分别归江泽民的长子江绵衡和次子江绵康 陈良宇得到江泽民撑腰 因而越发跋扈 开始严厉打压敢于举报和上访者 陈良宇亲自主持会议 要对敢于状告静安区政府的郑恩宠律师进行报复 到了2002年后 江泽民不愿交出军权 继续担任军委主席 胡锦涛 温家宝与江泽民派系间的矛盾渐激化 陈良宇也因为胡 温与江之间的权力斗争而被拿下 2006年7月 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社保大案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之后被彻职查办 这时离开周正义被调查过去了三年 二 郁国祥与黄兴国家族勾结 由小宁波之称的宁波富豪郁国祥 是浙户富豪圈名人 其祖籍浙江宁波象山 郁国祥自幼家境贫寒 初中辍学 早年靠登三轮车为生 人称决西阿祥 后来成为当地一家针织厂的普通工人 据称靠银行贷款创业 主营业务是房地产 酒店经营 以及基础建设和高速公路投资 郁国祥在2000年之后也狩猎上海滩 2003年 郁国祥因以11.5亿美元出面收购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静安西尔顿饭店而名声大造 当时媒体描述 如果一个家族一下子能拿出11.5亿美元折合近100亿人民币的现金 那他无疑是中国真正的首富 等申线报道说 一位熟悉郁国祥的人士表示 静安西尔顿收购 其实还有鲜为人知的隐秘背景 2005年 郁国祥的哥哥郁能健 以令人折舌的10亿美金 买断了杭州绕城高速公路25年的经营权 让郁氏兄弟再次成为媒体及公众 静香猜测的神秘人物 郁国祥家族财富成迷 发家史和风流运势一大堆 但鲜有媒体能采访到他 其行踪非常神秘 郁国祥 郁能健兄弟 一直低调躲避着媒体 在数不胜数的报道中 没有一篇能直接采访到这两个当事人 至于他们的照片更是近乎绝技 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 市长黄新国也是宁波向山人 曾任浙江省副省长 宁波市委书记 上海邦末日汉将陈良宇传奇 详细披露了郁国祥与老乡黄新国相互勾结的内幕 文章说 从宁波向山的一个公社书记起家的黄新国 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 紧紧地抱住了江泽民上海帮 并且在上海帮中谋得了一席之地 黄新国通过多次向江泽民表忠心 终于平步青云 黄新国1997年 篡升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 马上转为副省长 第二年成为宁波市委书记 一直到江泽民退位布局的时候 调任其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 黄新国的六个哥哥的子女 都凭着黄新国的势力 在宁波大发其财 而神秘浙商郁能剑 郁国祥兄弟 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的 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饭店 以其兄郁能剑的名义 以82亿人民币满向杭州环城高速公路 完全是以黄新国为后台 甚至可以说是以上海帮为后台的 据文章披露 2003年 郁国祥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 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是黄家势力进一步接近上海帮的桥头堡 涉及高层权力斗争的2006年上海社保大案爆发 陈良宇 秦玉 张荣坤纷纷被抓 郁国祥因涉入此案 被移送审查起诉 2008年 郁国祥因单位行贿罪 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但是郁国祥的后台黄新国 并未因为社保案而受到牵连 直至2016年9月 时任天津市长黄新国落马 3.张荣坤成为黄菊家族白手套 张荣坤1973年出生 自小家境贫寒 高中毕业之后 在某公司里任普通职工 90年代中期 张荣坤就开始炒股和炒期货 张荣坤和其妻子有非同寻常的社交能力 在苏州结识了不少权贵之后 张氏夫妇的生意也逐渐做大 涉及到建材 外贸 金融等各个领域 到2002年之前 成为资产3000万的江苏商人 上海帮末日汉将陈良宇传奇披露 2002年 张荣坤进军上海商界 在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上海费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3000万 差不多是张荣坤当时的全部家当 张荣坤到了上海之后真正发迹 费典公司刚入住上海不久 就参加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 张荣坤代表公司出席 一次捐赠200万元 一举成为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状元 1994年 黄菊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 其妻于惠文便成立了上海慈善基金会 地点在金湾大酒店 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和于惠文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由黄菊批示 从上海市民政局借来了20万启动资金 从2001年陈良宇担任代市长开始 上海的有钱人意识到了捐款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好处 捐款额暴涨 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打交道的 是上海滩最有钱和最有权势之人 包括上海的政要人物 及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们 于惠文掌握了一批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 包括吴邦国的夫人张瑞珍和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等 于惠文主管基金会最重要的募集资金工作 张瑞珍和黄毅玲相礼 这样一来 金湾大酒店就成了上海最有权势的所在 也变成了上海当权者的夫人俱乐部 江南一带的富商 港澳台湾到上海投资的商人 无不对此地趋之若鹜 于惠文更是明码标价 张荣坤就是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张不久 通过向该基金会捐赠 成了于惠文的入室之宾 于惠文将张荣坤介绍给了陈良宇的秘书秦玉 令张荣坤平地发迹 大陆《财经》杂志原副主编罗昌平曾发文表示 2000年间 张荣坤与皇局的秘书王维公结下私交 此后多年 王维公成为张荣坤政商经营最重要的恩主之一 也是受其贿赂金额最大的官员 张荣坤以超过32亿元的价格 购得护航高速公路的30年经营权 其后他又购入多条高速公路的经营权 成为著名的公路大王 2005年 他以49亿元资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 2006年 上海社保基金案发 张被揭发其所有资金均是违规来自上海社保基金 引发上海政坛地震 上海社保局长驻军医 宝山区区长秦玉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相继落马 胡温通过社保案 非但抓捕了陈良宇也中错了黄菊 2008年 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商人张荣坤被判刑19年 在此之前的2007年8月 黄菊病死 4.郭广昌 许荣茂 戴志康等人则顺风顺水 随着周正义 刘根山 张荣坤等相继陷入牢狱 郭广昌 许荣茂 戴志康等地产大佬则顺风顺水 上海市土地财政收入也不断水涨船高 2009年 上海土地财政出让收入达到了992.63亿元 比上一个高峰的2007年高出106% 恢華坚自财政出让收入达到2007% 吉他se方 worldview